如果以后再有人跟你说 沙特阿拉伯女人是不可以单独外出的 你可以把这个视频转发给她 视频里面有我的婆婆 还有我的小姑子 还有肉肉的三个表姐 儿童 青少年 中年 老年都有了 是我婆婆也算中年 她才60岁 视频里面这个小姑子呢 她是一个全职妈妈 因为两个孩子都比较年幼 所以她选择了在家里带孩子 其他的小姑子 他们都分别有自己的工作 涉及到的行业呢 基本就是医疗 教育 还有一些政府执政部门等等 所以沙特阿拉伯女人 能不能自己工作是不存在的 如果婆家的实力一般 两个家比较英识 那她这个女人 她就是可以选择在家里做家庭嘱咐 丈夫也不能当她怎么样 而且还要每个月 给她固定的生活费和孩子的开销 那么还有什么类型的女人 她不需要去工作 都是年长者 他们也不好找工作 我感觉这个问题 每个国家都存在的 视频里面我的婆婆和小姑子 还要带着三个孩子出去 这一次去的是大龙姑姑家 也是我最小姑子的婆婆家 对对对对 他们都是亲上家亲 非常正常 也就是说我婆婆 这次去看了我公公的辈子 同时还去问候了她的亲家 经常被绕食在他们的家庭关系里面 现在我也习惯了 见怪不怪 因为他们住得非常近 所以连车都没有 司机都没跟着 而且出门的时间 差不多是9点钟左右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 坚持要把沙特阿拉伯 说成一个地狱一样 要么就是说成 跑车满天飞 地上能捡金子 家里能冒油 大家能不能不要那么极端 去消费我们那些国内 有着一些知识盲趣的人 用一些极端的评论和观点 去引导所有人 去往一个非常负面的方向去想象 来显示你自己的生活优越吗 中国优越的生活 需要你去显摆吗 真正内心强大 和有条件优越的人 他反而不会拿他人痛点去消费 蹭流量蹭话题都不是件坏事情 说明你很上级 但是呢还是要有点底线 人之初性本善 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是靠每一个中国人去发扬的 不想被他人笑话 你先不要消费自己人 对吧 还有那些一天到晚吃饱了 没事干 一天到晚就喜欢抹黑那些 嫁给外国人的女性 人家叫老外 关你屁事啊 生活环境里面碰到一个 你心仪的人 该嫁就嫁了呗 我现在的工作环境 有95%以上全是女性 如果碰到外国异性追求自己 难道不会给个机会吗 那这到底谁在歧视呢 好了 散会